之前见到学长姐做 98年到101年 教育部优质计划 发展真文区绿色产业 及减肺实验单元课程 制作训练太空包 在校园内会看到 成堆的废弃太空包 都拿来堆肥或作为甲虫食物 但我们认为 应该还有其他利用价值 尤其看到有些训练太空包 表面还是留有厚厚的菌尸体 若直接堆肥就有些浪费了 制作太空包的材料有 1.废弃木屑 2.废弃粗糠 3.废弃的蛋壳磨成的粉 简称蛋壳粉 4.咖啡渣 首先先将木屑 粗糠 蛋壳粉 及咖啡渣 依比例混合 再加入水 混合均匀 装入PP袋内中 并在开口上 塞上棉花 太空包就制作完成了 多糖萃取 首先将废弃太空包上的菌尸体取下 并干燥 干燥完成后放入真空袋中 抽真空保存 将菌尸体及紫石体研磨至粉状 后运用多糖体溶于热水的特性 加热萃取 萃取完成后 放入冷冻干燥机中进行干燥 干燥完成所得粉末 即为多糖体粉末 因为我们主要是运用废弃物方面 因此香味的部分 我们使用在地文旦原调落的 废弃诱花来制作诱花萃取液 首先将准备好的废弃诱花 加入95%的酒精中 浸泡一个月后 再以减压浓缩机进行减压浓缩 即可得诱花萃取液 再放入核色品中保存 化妆品制作 化妆品制作 先将内向溶液依配方配置好 再将内向溶液滴入以配置好的盖溶液中 形成金球 再将金球从盖溶液中过滤出来 加入以配置好的外向溶液 混合均匀后 装罐即可得成品 我们以减肺概念制作出精华液后 还要测试保湿抗氧化 美白及保存能力 与确保产品有效 除了能力的测试外 还得测其重金属含量 刺激性 确保产品对容不害才能安心使用